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在书面判处中指出 梁國雄只是重複之前被法院拒絕上訴申請的理據 就算兩點新的理據 包括有關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立法會主席的中立性 都未能夠說服法庭批准他的申請許可 而梁國雄要繳附律政司和曾玉成的律師費 以及所有的重費 案情透露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就曾玉成去年5月 終止辯論議員出局安排機制辯論的拉布 他於是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但不獲受理 他之後再向上訴庭提出上訴 但在今年2月亦都被駁回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